你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惠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惠客室是由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PNN 公民行動影紀錄資料庫 以及燦爛時光節目聯合 直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在每個禮拜五的晚上10點 會在中盛大學今生今世的廣播電台播出 禮拜天晚上的9點半 會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 來播出直播 之後會在公庫的網站 也會有後續的播出 那今天要跟大家談這個議題 這個議題其實 我想在關心我們節目 或是關心公庫的朋友 大概都會特別知道 我們非常關切的一個問題 就是大學教授的勞動權益 那這勞動權當然包含的面向很廣 其中一項事實上都是深等 就是所謂的深等的壓力 包括我自己在過去幾年 其實也面臨到了一個深等的這個 門檻了 因為其實 我常會覺得一件事情 如果大家深等的條件 最重要的部分是做研究 那可是我覺得做一個大學老師 他應該要做的事情是很多 研究恐怕只是一部分 那前一陣子這個高教工會 也為了這個限期深等這件事情呢 召開了記者會 今天就要邀請到高教工會的成員 林柏儀一起來跟我們來談這個話題 柏儀你好 嗨 中翔好 大家好 柏儀先開始告訴我們前幾天 所開的記者會 到底在談什麼樣的一些內容 OK 前幾天我們召開一個記者會 他的主題叫做大學老師 限期未升等 不代表他就是所謂的不四人教師 因為工會在過去一年來 接到非常多的老師 大學老師們來跟我們深屬 指出他們因為被學校要求 在例如五年內一定要深等 或者六年內一定要深等 那如果沒有達成的話 學校就要把他們給解聘 不續聘 那工會發現 其實這裡面很多所謂 沒有辦法在限期內深等的老師 很多人他也許表現也相當好 教學研究都不錯 那只是說因為他研究 例如可能進度剛好比較慢 或者說他剛好身體 可能發生了一些不適 或者家庭發生了一些狀況 或者說他自己很單純 只是跟學校的校房 可能互動上面有一些摩擦 就導致他沒有辦法 順利在期限內深等 但這樣的老師 不代表他不是任教師 我們對於學校現在一律 要把所謂沒有辦法 在限期內深等的老師 解聘不續聘 我們是要表達一個 反對的一個聲音 深等基本上來講 他可以看作是一種所謂的績效的評估 例如說這個老師到底做的好或不好 當然好或不好的面向其實是很多種 另外一種在這樣的一個考評的過程當中 他事實上也會有一種想法 就是確保這個老師的研究品質跟教學品質 因為恐怕很多人會擔心說 如果你沒有這樣的一套的機制 那大家都隨便教啦 隨便做研究啊 那大學教授就鬼混啊 常常很多人就說 一個大學老師他的這個獎益 是萬年的獎益 那一個大學老師他的這個研究 他的論文恐怕也沒有太多的 這種對社會的貢獻 那深等不好嗎 深等不是讓大家在研究上面 在教學上面 或者是其他的社會服務上面 他都可以有更好的表現 那如果沒有這一套機制 那大學老師會不會就擺爛了 我們公會基本上是認同 就是有深等的制度 但是我們要質疑的是 把深等跟解聘不續聘綁起來的 這個叫做現年深等的條款 因為現在目前一個老師 的確他如果說回歸到原來 就是沒有現年深等的狀況 在單純深等制度上 他本來就會因為他 例如他在研究上面表現 比較這個狀況 可能比較速度比較快 他可以比較快的深等 他會獲得獎勵 那在這樣的制度下面 本來就已經會有一個 確保老師會比較跟上步調 一個獎勵的機制 可能步調比較慢的老師 他也不是完全沒有任何懲罰的機會 他們老師們還是面臨著 在學校裡面還要另外做評鑑的要求 所以我們是質疑說 在這樣的環境下面 其實是沒有必要再去加一個 現年深等的這種一個過度 制式硬性的要求 那我們這次記者會也 觀察到一些案例是這樣的 因為在現年深等的條款下面 他反而會有一個扭曲的效果 一來是說 老師們因為 例如說新進的助理教授 他要在六年內一定要深等 所以他變成他主要的精力 都放在 例如說是拼這個有點數 績效的這些論文 那他反而沒有時間好好去照顧這個學生 或者陪同學生做一些 這個比較細緻的討論跟研究 跟這個教學 那他對教學品質反而有時候是有害的 那我們還觀察到一個面向是說 有時候有些學校他 因為在現年的深等條款下面 另外一種扭曲是 他因為還沒有想要解聘這些老師 但是老師們 的確他的研究上面進度是比較慢的 反而學校會放寬標準 去讓他可以腐爛的深等 因為如果不深等就要被解聘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反而是讓 深等的制度沒有辦法真的去反映說 一個老師他在這個學術或者教學就上面的一個進展 而會變成是一個 只是完全為了搭配一個時程 然後去配合他的一個狀況 你剛剛談到的是在深等上面的一個 所謂的沒有深等的一個某種類型的懲罰機制 那這個懲罰機制剛剛談到是不需要解聘 那當然深等還有其他的問題 例如說造成這個重研究而輕教學 甚至其他的這個所謂的雜七雜八 各式各樣的莫名其妙的東西 都放在一個深等的標準當中 這我們待會再談 不過我要回到剛剛談的那個問題 就是那不做懲罰的機制 這個應該講說這個懲罰機制 他如果不是解聘 他可以是什麼 就是說如果這一種所謂的 這個不斷的在 能夠讓這研究做的更好 或者是在教學做的更好 不管他的深等的項目是什麼 可是最終恐怕得要 還是有一套的這樣一個獎成的機制 那不是解聘 當然解聘感覺是一個放大學 然後解聘之後大概什麼都沒有了 大學老師現在要找工作 也不是那麼容易 那可以是什麼呢 好 我們覺得他應該先 其實就跟一般職場一向 就是說他們有義務 對於說 例如表現狀況 可能還沒辦法完全符合 這個雇主期望的這個勞方 他要先予以輔導 那要提供一些資源來幫助一些老師 因為每一個人他遇到的狀況 或者阻礙可能有時候是不同的 那無論如何他是需要說 雇主這方要再多提供一些機會 跟資源來讓他有一些 這個嘗試的機會 那假使說真的輔導 還是沒有辦法真的幫助他改善 那當然再來可能要先警告他 是要給他在一定的期限內來 能夠還有機會來完成這個任務 那我們覺得說 因為其實他的重點 應該是放在說 在六年內就一定要所謂的升等 他應該要重點是說 他要改善他的教學研究品質 到一個正常的標準上面 那這兩件事情應該是不同的 因為一個不能升等的老師 不一定代表說他教學研究 就是一個真的一定很差的一個狀況 就要分開來看待 所以我們剛才也講到說 儘管沒有現年升等的要求 現在還是有評鑑的一個方式 在把關教學研究的品質 那這樣的一個機制應該已經足夠了 那假如到了最後就是說 例如說評鑑我們發現 一位老師他的確有一個 沒有辦法克服一個 我們稱之為所謂的教學不利 然後到情節重大的一個程度 才是可以來考慮解聘不續聘 但這個應該是作為一個 所謂最後的手段 所以其實回過頭來 要看的是所謂的升等 或是評鑑的一個終極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如果回到那個 跟他懲罰的工具 跟這一種所謂力道來看 如果我們今天的升等 或者是評鑑的目的 事實上是為了讓這個教學更好 研究更好 那他可能是就像柏宜剛剛提到說 他是不是現在提供相關的這個輔導機制 那怎麼樣協助這些老師們 在教學在研究 或是在其他公共服務 學校的這個公共事務 參與商員能夠更好 這是一套的輔導機制 而不是一開始 或是在以年資作為一個限制 然後就把它解聘 可是如果是這樣的一個思考 我們可不可以乾脆就 不要任何的 這種所謂的懲罰 或是不要有這種所謂的解聘 等等的問題 只要把那個輔導機制做好 那這也是對大學老師的一種信任 也是對大學自主的一種信任 不是嗎 如果往這個方向做的確是一個比較理想 至少我們希望他要優先思考的是這個部分 那就我們公會了解 目前在大多數的大學是對於一個 可能所謂他們認為教學研究沒有跟上進度的老師 是沒有什麼協助他的機制的 都是透過這個懲罰或者威脅 例如說舉例來講一個老師 他如果不能通過評鑑 或者這個沒有在現身 他可能會不能盡心 他可能會甚至沒有通過評鑑 他可能連提升等的機會都沒有 或者不能擔任導師 就是各種各式各樣的一種 可以說是懲戒的方式來作為 這個對付這些老師的一個手段 但是我們沒有看到另外一方面他有任何協助 例如說減少他的授課時數 讓他可以專心做研究 或者說有一些資深的老師 可以作為一對一來幫助他的前輩 這些機制是不存在的目前 這個其實我就有了解 也許國立大學是會有這一套 特別是減授課的這個部分 那我以前在世信大學教書的時候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我記得世信大學有一套制度是不錯 就是如果你今天要提升等 那你可以減收課 那甚至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是可以有半年的 這個所謂的休假 然後讓你好好去做研究 然後讓你好好的提升等 那我不知道這個套現在還有沒有 那另外一個做法就是 他們真的會請老師 資深老師 然後也許今天就幫你把上課的狀況 是把它拍下來 然後再請資深老師來跟你做討論 然後來去提供你一些這個教學上面的協助 這一套的制度其實在這個社會裡面 是一個不普遍的嗎 或者就像你剛剛提到說 就我所知有私信大學以前有 那我現在不曉得狀況是什麼 其他的學校都沒有這些東西嗎 或是很少這些東西嗎 因為工會 我們目前接觸到比較多的案例 他們通常是來自於技專院校 我們發現一個傾向是這樣 因為這些學校可能現在因為 招生狀況比較不好 所以他們本來就想要去拆檢老師 所以這個時候 限期升等變成 反而變成學校去拆檢老師的一個工具 他本來就有點扭曲 不是為了提升教學或者研究 所以在這個環境裡面 我們接到的個案都是 沒有傳達告訴我們訊息說 學校有給予他 任何的資源來幫助他 他就會感覺到學校是很不友善的 就是讓他知道說他要準備要離開了 那就是頂多就是讓他寬限一年 讓他可以再做一點準備 但並沒有多餘什麼樣的資源 嗯 我想這個問題其實在失效 裡頭是特別的嚴重 就是我們剛剛談到 其實如果他把他當作是一個 節省成本 然後把他當作是一種解僻的 解僻的工具 他的一開始的目的就不是在 協助老師在教學在研究上面 能夠有更好的發揮更好的發展 而是一個去排除異己 或者是他可能只是讓這些 他自己的這個所謂的 支出的成本是可以降低的話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糟糕 也非常嚴重的現象 我們先休息一下 事實上在大學升等裡面 還有一些其他各式各樣的亂象 例如說 可能有特別在市立的機制大學當中 他會看到一些 例如說把招生招傷 當作是一種所謂的評鑑 或者是升等的標準裡面 那除了這些很奇怪 觀光陸禮的現象之外 還有哪些事實上 這些升等這些評鑑 反而是對研究跟教學 是更不利的狀況 我們先休息一下 您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爛直光惠客 是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今天在我們節目現場 跟大家一起聊天 的是高校公會的成員 林柏儀 柏儀你好 嗨 中強好 大家好 我們剛在上段節目當中 談到這個所謂的 限期升等的問題 特別是我們看到很多的大學 幾乎應該是所有的大學了 都把這個升等跟所謂的 他的解聘 他的聘庫是整個綁在一起的 那這其實有些大學也許是出於善意 但是有些他可能是把他當作是一個 解聘老師的一個工具 反而不是回到那個最根本的烏合 去協助老師在教學跟研究上面 能夠有更好的精進 那這其實是一個非常研究 很大的問題 那我也接下來想要請柏儀來告訴我們 就是在一般的狀況之下 就是一個大學的升等 他其實有各種不同的評鑑的指標 那大致上會有哪些的指標 會有哪些的項目 過去比較被強調的 可能會是所謂研究上面的指標 那這些指標通常就是例如說 你要在什麼樣等級的期刊 例如所謂的埃及的期刊 要發表多少篇 那當然看他的學們領域 可能要求成 但這幾年來 除了研究上面的要求 學校們 會因應他們自己 特別想要的 部分 然後 透過這個升等的機制 也強逼 老師要配合 舉例來講 當然一些比較合理的是說 他們有去要求教學 但是學校的要求通常是一個很機械式 例如要求是 你教學的那個學生評量 要達到3.8分或4分 沒錯 對 那其實這個究竟能不能反映教學評質 有的時候我們是會懷疑的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一些我們覺得比較不合理的 例如說 有的學校 因為他招生狀況不好 所以他把這個 招生的績效 也定到了這個升等的標準裡面 變成是所謂老師的服務的成績 對 那除此之外 有的學校是把這個 老師可以 這個 跟廠商拿到多少 產學合作的這個經費 也當成升等的指標 所以像我們工會 最近接到一個台南有一間 科技大學 他們的案例是這樣的 有一個講師很優秀 他教學研究的這個評鑑 都是系上最高分 他是一位講師 現在也拿到博士學位了 但他要提升等的時候 系上就不讓他升 理由是說他 沒有在過去 一年內跟廠商拿到 20萬元的廠商配合款 給學校 所以 以這個 就是他的扣大 他基本的一個 對對對 要有20萬 對 那是 你只要想要升等 你一定要符合這個規則 因為 然後這家學校 就因為透過這樣的一個方法 所以他們變成是全國 產學合作績效最佳的學校 嗯 對對對 那他背後也造成的亂象 就是說 當然我們也不是反對產學合作 但是 不是不一定每個老師他的研究 都適合進行跟廠商的合作 對 如果他是中文系的話 他是要跟毛筆上合作嗎 還是 對對對 所以 但是學校這樣一律的要求 他變成說 甚至會衍生有一些扭曲的 像 例如 他們老師很多人跟我們反映說 他們甚至是 系上就鼓勵他們要去做所謂的家產學 意思是說 老師自己私下拿錢給廠商 對 然後請廠商假裝是要跟他合作 這樣子 然後再 讓錢經過學校 一筆 分給學校張管理費 再回到老師身上 嗯 那 這樣的一個 形式的作風是沒有 對教學員就沒有任何改善意義的 但他只是滿足了學校 他一來可以拿到管理費 二來 他會有一個叫做產學合作 等於績效很良好的一個 形象 嗯 那 學校就是透過深等裡面 安插這樣的條款來 可以說是強逼老師一定要配合 那不願意配合的 可能就要 像我們這個案子 他要面臨截聘不續聘 嗯 那是相當不公平 嗯 我剛舉那個中文系的老師 去跟毛筆商合作 那當然是一個開玩笑的說法 而我要講的是說 並不是每一個老師他的專長 或是他自己本身的性格 他真的有辦法去做這個產學合作 不過我覺得產學合作 也許有兩個層面 可以再進一步的去談就是 呃 在很多的這種所謂的升等的標準 裡面有一個叫做服務嘛 對不對 那這個服務是不是可以把產學合作 放在這裡面 例如說 在很多的學校裡面服務 就是你是不是當 這什麼課程委員會啊 或者是你是不是 有其他在NGO這個服務 對學校對社會有什麼貢獻 那產學合作如果放在 這個所謂的標準當中 是不是也是一種合理的狀況了 那第二個就是說 產學合作 或是不是也是大學啊 教育部去評鑑 大學 特別是技術大學的一個指標之一 或是過去的這個所謂大學評鑑 不一定是教育部評鑑 大學評鑑指標之一 而假設他是一個這個指標之一 會不會他其實 是一種外部的 這種所謂的壓力 或是要求轉移到這個校內 而校內 校方再把它轉移到這個學生 這個老師的身上 當然也有可能是學校本身 為了要這個獲利 為了要讓他學生的人數 能夠比較充足的一種想法 中相你提到的沒有錯 的確很多學校操作這些 他目的就是要配合 所謂的大學評鑑 那因為大學評鑑 如果他沒有通過的話 他要嘛會甚至可能被減招停辦 或者至少是他在形象上面 在社會上面會不好 那 所以舉例來講 現年升等他背後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大學評鑑裡面 現在要求系所的這個叫做 博士師資的比率要達 多少以上 那甚至這個要求是對 技專院校也是一體適用 那導致說技專院校很多 其實長年來有長年教學經驗 然後只是說他可能沒有 博士學位的獎詞 那現在都是在限期升等下 被迫要去 配合 那如果無法配合的人 我們接到最多的案例 的確就是像這樣 沒有博士學位的獎詞 就是這一波大學失業潮裡面 馬上就是面臨工作危機的 儘管他教學研究表現都好 對 他還是遇到危機 那 剛剛前面你說到說這個 是不是屬於服務的項目 這本來就是平衡的指標之一 好像有的學校會把它的確就是定在服務 有的學校把它定在研究 對這個就看學校的分類 那如果問我們 我會覺得說 其實這套製度 他最扭曲的問題還是回到原點 就是說 因為他跟工作權被綁在了一起 對 所以會讓他任何一個指標都顯得是不可或缺的 你一定要完全配合 那 所以變成是 他原本可以說是一種鼓勵的心態 就是 你一個老師可以考慮是做社會服務 你也可以是考慮做產學合作 就是都是一種服務的類型 但他變成是 因為跟工作人員相 相綁以後 會變成老師非極到這個點數不可 那他的強制性 然後他扭曲的效果就會變很強烈 嗯 我想不管是不是定在剛剛談到的這個 所謂的服務這個項目當中 你要一個大學老師 去做招商這件事情 或者是去做招生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很多不是這個大學老師他的專長 或者是他到大學教書的目的 他某種程度上面 也是把整個的高教資源 一種措置的這種一種一種結果 他對整個這個大學教育 其實會產生一個很大的影響 那你剛剛談到一個東西 我覺得 其實我們也知道很多類似的意思 但是是一個非常荒謬 就是很多的老師 為了要能夠符合 這個所謂產學合作的升等的這個要求 跟升等綁在一起的要求 然後又 又必須要有一些基本的這個所謂的扣打 這個所謂的招商的扣打 所以自己出錢 那這其實不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 就是學校給你薪水 然後你自己又去還給學校 那你不是變成一個免費的勞動力嗎 對對 而且 我們看到 其實真的 大家在這個制度下 一來說 剛才講這個是所謂類似 金錢的損失 就是你 像他們老師告訴我們說 為了要滿足20萬元的產學合作 他可能 自己要花8萬塊 去做這個所謂的這種 形式性的產學 那他8萬塊花下去 他等於每個月都減薪 大概是6000到8000塊錢 他的薪水就砍了一層 那另外一種更嚴重的問題是 我們這記者會也發現 很多的老師在限期升等下 他的身心狀況是 會出現一些疾病 或者這個各種 風險的狀況要有嚴重 像 工會兩個禮拜前 我們開過一個 限期升等的一個研討的論壇 那現場來了 大概有20位 還沒有在期限內升等的老師 就是他可能還在等 或者說 還已經是限期到了 但20位老師裡面 居然 就有4位老師 跟我們表達他們 在這段期間得過了癌症 然後一位以上的老師 告訴我們他得了憂鬱症 那雖然到底因果關係上 有沒有很直接的關係 我們不敢確定 但是肯定的是說 這樣的一個比例 似乎已經比他們同年齡的老公 因為他們大概都40多歲 同年齡的老公 這個比起來 大學 陷起來衛生等老師 反而變成一個 職業病的高風險 然後 但這個是外界 可能都完全不了解 或者不能體會 然後甚至大學老師 自己也不會意識到 是這樣的事情 他只是在那壓力下 他一直衝一直衝 那發生了疾病 他可能會 只是很單純當作是自己 這個發生了一個狀況 但如果我們 普遍性的來看 他的這個風險 是比同年齡 同類型的勞工 還高上非常 那是應該要去做一些檢討 嗯 我覺得這是完全可以理解 因為你不升等 你就沒有工作了 那一個大學老師到了40幾歲 其實跟很多的 這個中年失業的人 其實是一樣的 甚至 坦白說很多的大學老師 像我們這樣的人恐怕 比很多的勞工 相比起來 我們的其他的專長 其他的專業 還真的是不多 所以那個壓力其實很大 那除了這種所謂的身心狀況 這個造成很大的一些影響之外 其實我自己的感覺是說 這套升等制度 特別是限期升等 然後又跟解聘是放在一起 事實上是把大學老師 是綁在象牙塔裡面 就是把一個知識分子 他原本或是一個大學老師 他可以做更多的社會佔育 可以做更多的社會服務的 這樣的一種可能性 幾乎是完全 非常相當程度的一個扼殺 因為我們看到很多的自己的朋友 他原本可能在社會運動上面 是很投入的 可是一旦他面臨到這個升等 的壓力的時候 他就他就必須要回到學校裡面 那我覺得這不是一個社會 更大的損失嗎 嗯 真的是這樣子 我們 對很多老師也談到 在上一代 因為限期升等大概是2006 2007開始 在各大學進行 所以在那之前 我們是看到很多老師 活躍於各種社會公共參與 那這也是台灣學界的一個 還比較正向的一個特點 但在那之後的新進老師們 越來越沒有閒暇的時間可以 這個投入 他們可能都要想說 要等到升到了副教授 或者升到了可以免評鑑的時候 再來做這樣的一個參與 那其實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嗯 而且其實通常到那個時候 其實大概也都身心俱疲了 其實相對來講也是很困難的哦 那這一套的制度 難道在法令上面 是沒有問題的嗎 我的意思是說 從一些大學法 或是施校法 或是相關的升等的這種辦法當中 有嚴格到說 不升等他就必須解聘嗎 或者甚至規定 這個必須要5年6年 或是7年8年 這樣一種限制嗎 其實這樣的一件事情 在目前已經在法院上面 多次被宣告 校方 單純以 會在限期內升等 就把老師解聘不續聘 是違反法律 嗯 為什麼 像最高行政法院 跟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過去兩年都有 兩起以上的判例 他指出的就是說 因為在教師法第14條裡面規定 一個專任老師 包括大學老師 要被解聘不續聘 他是要達到所謂的 這個 違反聘約 情結重大的程度 就一個老師他要很嚴重的違反了 他在工作上面 他要負擔的責任 到了情結重大的程度 那 單單以限期內衛生等 法院的判決就指出 只是以這個理由 你還不能證明 這個老師有到情結重大 就是說 限期內衛生等 也許是違反了聘約 因為聘約裡面可能有這種要求 但他未必到達了情結重大的程度 所以因為這樣的一個理由 法院判決 學校還有教育部 根本沒有去 沈卓這個老師有沒有到情結重大程度 就把他解聘不續聘 所以判決這樣的一種 做法是違法的 那這樣的判例的確是 也是很不容易 而是開難大學好幾位老師 辛苦去訴訟才 創造的成果 那 我們會希望說這樣的一個判決 教育部應該要立刻正式 人家要 呼籲各大學去檢討他們目前的限期升等調查 雖然直到現在我們感受到教育部還是沒有任何積極的動作 那等於是 變相要告訴老師他如果面臨限期升等 他只能夠默默接手 或者他們就得要上法院訴訟一途 教育部 他們的這個不作為 導致說老師 儘管說 法律上面現在感覺上老師是站得住腳很多 就是說 如果沒有他情結重大程度 不應該被解聘不續聘 但是 因為教育部沒有要求各大學檢討 各大學 他把這還是當作他一個很重要的管理工具 也不願意自動自我去檢討 會導致 現期內衛生等老師他還是被迫 要嘛 默默接受自己離開 或者要嘛他就得要上法院去訴訟 可能要花上一兩年的時間 那這對於人力的這個 這個這樣的一個教學研究的能力 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浪費 而且不公平的一種對待 你的意思是說 這只是一個法院的判例 但是他沒有辦法成為一個通案嗎 或是成為一個準則嗎 他必須有教育部的介入 他才有可能去解除這個問題嗎 對 因為法院的判例一向是所謂的個案式的 針對單一事件 然後我審說他有沒有到情節重大 然後 所以 除非說行政機關 像是 教育部 或者說立法機關 像立法院 他們主動去 針對這一個大學老師的這個 等於他是一個聘約的問題 對於這樣過度嚴苛不合理的解聘條款 他們去做檢討 不然的話 他就還很容易還是變成一個這樣的一個 個案遇到受害才去找法院 整個救濟的一種狀況 嗯 所以他必須要透過不斷的訴訟的過程 對 也許我們累積到了更多的個案 等到 都普遍性大家就是很清楚知道 這個弄到法院 學校一定會敗訴 嗯 這樣的一個時候 學校才可能會去做這樣 嗯 不過我覺得一個 讓我比較擔心的一個問題 教育部會不會一切叫做以大學自主 來 對 把所有的手伸回去 然後就完全撇進不管 對 目前他的確說法是這樣子 嗯 教育部一向是對於他們 嗯 想要管的事情的時候才會說有必要介入 那他認為 可以交由大學他們 自我去調配他們的勞資關係 他就會 聲稱的叫做大學自治 不過我想這恐怕不是一個 勞資關係的問題而已 就是他不是一個私領域的部分 而是一個整個公共領域 他其實就像我們剛剛談 他對一個大學的教育的品質 對一個大學老師的 這個所謂的公共參與 對一個大學老師的身心健康 事實上是特別嚴重的影響 特別是在教學品質上面 如果這個老師沒有辦法好好的在 好好的做教學 好好的做研究 那好好的在一個讓他能夠更好 那其實所有受害的都還是我們的學生 而這個學生受害 事實上也就是整體社會的受害 今天非常謝謝博宜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希望下次有機會再跟你聊相關的話題 謝謝博宜 我們下禮拜空中再會 拜拜 好謝謝鍾翔 大家再見 拜拜 拜拜 跳動的心是你有重來的機會 我的愛會給你一個擁抱 抬起頭 感受生命的溫暖 天空的眼淚 吸光的時間 還來平均 還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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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